嘿,大家好,我是Axton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AI人工智能来玩捉迷藏的游戏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OpenAI是一家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实验室 他们近期发布了一项报告 这些可爱的AI宝宝在实验室模拟的捉迷藏环境中 不停地学习玩捉迷藏的游戏 最终学会了一系列的玩法 其中甚至有一些连研究人员都没有想到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听着像很高端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对AI强害的学习能力并没有很具体的概念 虽然之前关于AlphaZero自学向起的例子已经揭示了这一点 但这次AI玩捉迷藏才能给我们一个真正直观的感受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红色的AI就是鬼 他们的任务就是抓住人 也就是那些蓝色的AI 每个AI都可以自由移动 可以看到自己面前视线范围内的物体 也可以使用雷达来感知其他物体或者墙壁的距离 他们都可以抓住以及移动他们面前的这些物体 同时呢 他们也可以将物体锁定在某个位置 AI的学习过程是属于无监督学习 视频后面我会解释无监督学习的概念 请大家耐心看到最后 因为对于他们的学习结果的评判 就是通过达成捉迷藏的目标 没有任何直接的诱因 促使AI与物体和环境来进行互动 第一个阶段的游戏 是在一个简单的环境中展开的 一个固定大小的空间 两个鬼 两个人 两个箱子 一个斜坡 以及一个有两个门的房间 游戏开始的时候 鬼会先定步一段时间 这和我们玩的捉迷藏游戏是一样的 游戏刚开始的回合中 这四个AI只是在随机的乱跑 毫无规律 不管是鬼抓住了人 还是最终没有抓住人 都是碰巧的结果 当游戏进行到269万回合后 鬼终于学会了 怎么去抓人了 游戏进行到862万回合的时候 人这时候学会了 使用方块来堵住门 不让鬼进来 游戏继续进行 到1450万回的时候 鬼学会了利用斜坡 他们把斜坡推到墙跟前 然后顺着斜坡 就可以跳到人躲藏的房间里头去 这时候请大家想一想 接下来人又会学习到 什么样的新招数呢 游戏继续进行 到了4340万回的时候 人终于发现了斜坡的问题 于是他们在游戏开始的阶段 首先就把斜坡 抢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避免鬼利用斜坡来跳跃墙 大家请注意这个AI之间他们的相互配合 他们会知道该派谁去拿斜坡 并且两个人他会互相传递箱子 以便使用最快的速度把门给堵起来 游戏的第二阶段 是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复杂的环境中展开的 包括一到三个鬼 一到三个人 三到九个方块 两个斜坡 以及随机的房间和门 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和之前是一样的 鬼和人都是在毫无头绪的在乱跑 当游戏进行到2200万回合之后 鬼才学会了怎么去抓人 等到了8800万的时候 人学会了利用物品 搭建出一个掩体来把自己围在里面 这样可以防止鬼抓住自己 到了11500万局的时候 鬼学会使用斜坡了 他们就会用斜坡跳到人的这个沿体里面 那这时候人怎么办呢 到了3亿8800万回合的时候 人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先把斜坡锁定住 这样鬼就用不了斜坡了 在整个游戏过程中 AI们学习到了一些 让研究人员惊奇的策略和玩法 因为研究人员都没有想到 他们的环境会支持这些玩法 比如鬼发现虽然斜坡被锁定了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斜坡 跳到箱子上 然后居然能带着箱子一起走到人的沿体旁边 然后跳进去抓人 可怜的人们在经过了近3000万次回合的学习之后 才终于找到了办法 就是在游戏一开始 就把所有的物体全锁定住 然后再镇沿体 这个过程真是需要三个小家伙的精准合作才能完成 如果游戏当中不设定游戏的边界 猜猜会发生什么呢 人会带着一个长条直接就跑掉了 我实在想不通人在跑掉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这个长条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AI在游戏中也会发现环境中的一些bug并加以利用 比如人会把斜坡从一个墙角给扔出去 而鬼子发现如果他们推着斜坡 以一个合适的角度冲到墙边 就会把自己给弹射起来 跳到人藏身的地方 这个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通过多主体的竞争的方式进行无监督的学习 要比单一种类主体通过内在的激励的方式进行学习 会更容易地发展出更多与人类相关的技能 这就好比我们平时在学习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竞争对手 我们往往要比只有自己在默默地学习的时候学得更好 这个游戏中我们提到了无监督学习 那么大家自然会想到 是不是有一个对应的名词叫有监督学习呢 没错 是 无监督学习和监督学习是机器学习中的两种方法 这里有没有监督并不是说在学习的时候 有没有老师或者爸爸妈妈在旁边看着 而是说机器学习的时候 它所使用的材料有没有明确的标记 比如说我们告诉AI 这是猫 这也是猫 这还是猫 这是狗 这也是狗 那么这些图片就是AI学习的材料 而猫和狗就是标记 如果我们问AI 这是什么 AI说猫 那就说明AI学得不错 这样就是有监督的学习 那么如果我们告诉AI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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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这个 再看这个 然后再问他 这是什么 AI说 这和前面三个是一类的 那就说明他学得挺好 这里就是无监督的学习 因为我们并没有告诉AI 猫或者狗的概念 我们只是给他提供了学习材料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请您把它分享出去 也许它能帮到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